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 扼告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 会谈中双方触及多项重大议题 包括要求中方释放被关押的5名日本公民 以及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秦刚则回应一切依法处置 并警告日本不要插手台湾问题 无论任何形式都不能损害中国主权 日本外务大臣上次出访北京 已是2019年的事情 如今在双边关系严重恶化的情况下 再度重启对话 气氛也就显得格外紧张 特别是林方正这次出国 被视为是要引救日前被中方以间谍罪 逮捕的日本制邀厂主管 再加上3月底日本才刚宣布 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 最为直接了当的点名中国 不过各界都认为日本这项举动 是跟随美国脚步加强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 对此秦刚也在会上大表不满 除了以强硬措辞谴责日本 更表示封锁令只会进一步刺激中国自力更生 值得关述的是 法广对照法新社与新华社报道后发现 秦刚在会谈中疑似曾抨击日本是美国的走狗 不过中国外交部官网并没有见到这个不雅字眼 中美市后声称 这因是法新社对为虎作伤理解的角度有所不同 而针对这次中日显然不是相见官的外长会谈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负责分析 中国似乎误解了林方正这次的来意 本以为通过外交会谈能是两国关系有所突破 想不到日本是来救人而不是来修复关系的 此外被视为是前首相安倍晋三接班人的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 刻意选在林方正访中的前一天宣布半导体出口禁令 见识中国的意味相当明显 石板明负认为这显示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包围望正逐渐收紧 而寻求正面突破解决问题也是对付邪恶政权最有效的手段 记住黄信雅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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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